來 好 再一張 這節目千呼萬喚 有一個非常難得的這個 金三角的組合 耶 有了這個習日戰友的庫莉瑪 製作過無數好節目的庫莉瑪 目前美食製作節目翹楚的庫莉瑪 配上了目前最厲害的西地人妻 和西地人妹 所以我是人妻齁 你是妻夫的妻 你是人妻 好不好 這兩個在裡面呢 這個歡喜夫妻 歡喜冤家 他們倆的這個默契呢 加上我們多年的熟識 加上大家對美食的品味 這一次節目真是不得了 自尊美食王 終於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 很榮幸真是可以跟這個 美食界的蕎楚成哥合同 蕎楚 沒有啦 牛耳而已 不是蕎楚 你接 我接不上去 木耳啦 木耳 大家都很喜歡吃 但是呢 這個吃 要吃的吃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吃出個什麼感覺 別人節目呢 都在介紹這個家常菜的做法 那我們難得有這麼一個節目呢 能夠希望能夠有像這個 料理東西軍料理鐵人來取精 來學習 來把頂級美食啊 整個視覺跟味覺的感受 然後給觀眾朋友 這是我們很想做到的 所以他的節目內容 比較具體來說 有什麼跟 就是型大道主廚 比較大差別的感覺 型大道主廚基本上 但是我想 視覺上面 就很大的不同 這個節目 除了有七位的 各種不同領域 專業的人士 達人 藝人們 同時呢 現場還有五十位的觀眾朋友 一起共同參與 所以這個視覺上 是非常壯觀的 再來就是整個在道具場景上面 比 實際上大道主廚的百萬家具 已經不足以匹配了 這節目的 喔這節目不得了 你要知道 對不對 公欲善其是怎麼樣 必先利其其 對 所以這個節目也因為這樣 做出來才更好吃 誒 這是誠哥第五個 現在昂長的節目嗎 誒 是 會不會時間趕不過來啊 看你好像好嗎 剛剛好不要這樣講 剛剛好 還可以再多接兩人 差不多再一個再一個啦 對對 帶一個就好了 是 所以誠哥最近就是很 就是很受氣用對不對 好像各家都搶了 連那個星光大道的金鐘都 照你 真的假的 像你啊 星光大道的那個 薄力多銷嘛 配合度高 所以價格又公道 大概就是這樣 金鐘獎 欸這已經很難過了 金鐘獎去年主持典禮 今天主持星光大道 這已經很難過了 所以現在整個就是這樣 有分身發出的感覺嗎 不會 大概 比較累的話應該 下個月演舞台劇之後 會比較累 你還有演舞台劇 對 六一分演舞台劇 會 所以六一分會比較緊張啦 其他的應該都還好 但是現在陳柯如果你 該不怪我們兩個可以幫你啊 對啊 很明顯啊就是因為現在 為什麼這次我們會一起主持 就是因為我真的累了 就是因為我真的累了 哈哈哈哈 然後繼續繼續 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 沒有啦 哎呀每次我們的主持搭檔裡面 總是希望能找出一些新鮮的面孔 他們兩個沒做過美食吧 欸真的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挺好的 很期待 沈曉甄跟佩旭沒有做過美食 我們有沒有特別做什麼公開 美食節目 其實我們有出了外景 然後外景其實就是 還好以前跟著瓜哥到處跑外景 然後美食的部分 大概還了解一點 尿口啊夜市啊 對啊 大概就知道一些些這樣 所以其實也都還在學習啦 對啊 那你好像上線下還要找食材 對 不會很辛苦 不會啦其實你找到食材 就是珍貴果實啊 就是一定上 為了自尊美食王 上刀山下游過都願意好不好 真的啊 我前面話說得很好 嗯 我前面話說得很好 這個就是 其實我很期待這次這個 新節目會有新的火花 因為我跟小禎就是延續了這個 歡喜冤家的這個搭檔嘛 然後我們在這個 新的這個自尊美食王裡面 又是在一個 不要講對立的競爭的狀態 那我們就介紹很多 最好的頂級的美食跟食材給大家 那相信啊 嗯 在我們曾老大好不好 全情帶領之下好不好 那我們一定會呈現一個 新的一個 非常棒的頂級的美食節目給大家 對啊 最後事要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對於新節目大家一定有所期許啦 台灣是一個美食的王國 這個寶島呢 充滿了各種 各種神奇的 呃 飲食習慣 飲食方式 那這些頂級的食材呢 存在在每一個不可思議的角落 可能在山上 可能在海邊 我相信呢 這吃慣了美食的台灣 報導台灣的每一位朋友啊 從這節目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的格局更提升 能夠讓大家覺得 吃美食是這麼垂手可得的事情 嗯 好不好 透過我們的介紹呢 這種垂涎欲低的畫面 讓大家看了以後啊 視覺聽覺味覺都獲得滿足 這是我們的目的 好不好 希望能夠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至尊美食王 期待大家 謝謝